其实我们还有更进阶的记忆的方法 因为你看刚刚那个简单的分类 你这边动物这边很好分类 但是在非动物这边 你会发现 那我这个好像找不到什么特殊关系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不好记 如果用这种可以 因为这个刚好可以比较容易找到规律 那这个找不到规律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用另外一个方法 记忆最好用的方法两个 第一个是关联 第二个是想象 想象跟关联 这两个是我们在学习记忆里面最简单最好用的方法 那我来跟各位讲一下 那那个怎么样去把他们做关联 好所以你可以在 这六个 六个动物里面你去想一件事情 你去想象一个画面 想象一个故事 请你把眼睛 请各位把眼睛闭起来 当然这个故事要自己编的比较容易记得住了 那可是我现在做一下示范 好那其实我是应该要叫你 各位自己编一个故事 好那所以各位呢 我现在直接示范 好现在假设我编了一个故事 我把这十个东西放到我的故事里面 然后在编这个故事的时候 同时你眼睛闭起来脑袋要有那个画面出来 有画面出来 才可以利用那个多元智慧 各种感官融入 多感官融入 会更容易记忆 好所以我们来编一个故事 好 各位也可以自己想一下 好我们来假设有一个人 在泡澡 就是有一个 好有一个曼妙身材的美女 二八年华的美女 好二八二十八岁很美嘛 美女在泡在木桶里面泡澡 好泡在木桶里面泡澡 然后呢 这时候呢在 呃他家很大了 所以他的 他是做那种独栋的 呃台南地很大嘛 所以他的那个窗外是一大片的 的美景有山有水 有有有有湖 所以这时候呢在那个 呃 天空在那个草地上 有只蝴蝶 在草地上飞舞 好飞舞 然后这时候在湖边的青蛙 看到了这只蝴蝶 好他想要去吃他 好想要去吃他的时候呢 就正要离开水面 嘴巴张 嘴巴张开 然后正要把舌头 吐出去的时候 那个湖里面有只碾鱼 看到了那只青蛙 好那个堂堂补偿 黄雀在后的故事 好看到了那只青蛙 所以他就游到他的身后 想要去吃那只青蛙 然后这时候 鳄鱼 跟刚好很久没吃饭了 好那各位在想象的时候 可以多加一点那个身体的感官 眼睛看到的 听到的 闻到的味道 肚子饿的感觉等等 把这些感官加进去 那个你的画面会比较丰富 记故事也会比较容易记 好那所以那个鳄鱼就在后面 好就想要去吃他 吃他 然后 就在这个时候呢 那个这个很紧张的时候 然后画面就切换到这个草地上 那个羊群 正在陆地上吃草 然后吃草吃一吃呢 你看各位知道羊什么都吃嘛 有一次我们学生羊跑到学校里面来 他竟然去咬我的那个笔筒 去吃我的铅笔 对那个羊什么都吃 那他就刚好在那个草地上吃草 那吃草吃一吃呢 那刺猬在地上活动 他没有注意到去吃那个刺猬 然后去碰到刺猬的刺的时候 就被刺到就吓了一跳 然后吓了一跳就 就 狂奔 狂奔就去撞到 撞破了那个刚刚那个洗澡的美女的窗户 撞破那个窗户 那个美女呢 洗澡的美女 28年华的美女在木桶里面泡澡那个美女 被撞破窗户吓了一跳 看了一下手表 想起来今天十点有邱老师的课要上 手表 所以我们把这十个东西 把它变成一个故事 然后在脑袋里面想象成一个画面之后 来各位 你把那个故事 把那个故事 在脑袋里面再重复一下 好 那个 羊群在草地上吃草 然后呢 蝴蝶在草地上飞舞 然后这时候青蛙 想要吃蝴蝶 然后鳞鱼想要吃青蛙 鳄鱼在后面虎视眈眈 然后羊一边吃着草 一边玩弄着那个蝴蝶 一边跳一边玩 可是去吃到了刺蝟 然后刺蝟呢 就冲到 就冲到那个农舍 撞到了撞破了窗户 然后那个28年华 在木桶里面泡澡的美女 就看了 惊吓了一下 看了一下手表 好 现在十点了 要上邱老师的课了 好 你再把那个脑袋里面 把这个故事恢复了 恢复记忆之后 那个画面都有了之后 我们现在把它收起来 好 来麻烦各位 想象一下 在你的脑袋 我现在都不要讲话 我给各位一分钟 两分钟 各位去想象一下 刚刚那个场景 各位想象一下 刚刚那个场景 整个故事 眼睛闭起来 让那个故事 在你的脑袋里面 开始出现 如果是女生 当然可以是帅哥 不一定要美女 越夸张的越好 在记忆的这种技巧里面 越夸张的东西 越容易刺激记忆 你的那个脑神经连结 会越坚固 开始想象 如果真的想不出来了 没关系 你可以偷偷把它打开 偷偷再看一下 再把那个故事 接续起来 不晓得各位 有没有感觉 就是你去想象 这个故事 把十个东西 都记起来的时候 你会突然觉得 背东西 好像没有很困难 背东西 没有很困难 那刚刚 根据刚刚各位的 这个冥想 冥想是最好用的方法 因为你不能带他出去外面 看不到那个 那个真实体验 那个场景 那这时候冥想最好用 好 所以你把那个故事 想出来之后 你就把十个东西 记出来 记出来了 那你记起来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那十个理论 给讲出来 对不对 好 那所以我们就来复习一下 好 那蝴蝶 在天上 在草地上飞舞 对不对 好 那蝴蝶效应 就是小事情 最后会变成很大的影响力 好 然后他在草地上飞舞 那个羊呢 也在草地上吃草 羊群理论 就是那个 大家都没意见的时候 有一个人站起来喊说 跟我走 那个叫羊群效应 好 然后 也在那边吃草 然后在 草地上 那个湖边的青蛙 就想要吃那只蝴蝶 青蛙 那个煮青蛙的理论 对不对 就是你在废水里面 好 那个温水煮青蛙 如果你 你先把它丢进冷水 然后才开火 好 慢慢煮 他就不会发现 不会想要跳 但是 如果你 先煮水 煮滚了 那个再把青蛙丢进去 他一下子碰到温度很高 他会跳出来 好 所以你在平常的应用上面其实就是慢慢来 慢慢来 你不要一次一次给人家太吓人的东西 他吓到他就会拒绝学习 好 那再来就是 那个鲜鱼就会想要吃那只青蛙 鲜鱼效应是什么 就是你要你要在 在一堆那个很懒散的人的中间 安插一个 安插一个不同领域的人 他就会去让那些人可以整个活络起来 好 这个是鲜鱼效应 然后再来那个 鳄鱼就要想要吃那只鲜鱼 对不对 那所以你遇到鳄鱼的时候 有时候要牺牲那只脚 好 你不要在那边 投资万一有点失利的时候 赶快就要抽 就要这个瞬间决定 就马上 好 就断尾求生了 好 所以那个鳄鱼就想要吃 那个鲜鱼 好 好 这时候那个羊啊 在羊就去碰到 在草地上一边吃草 一边玩弄蝴蝶嘛 那这个危机就即将发生 然后这时候羊呢 就不小心去刺到刺蝟 那个刺 刺蝟理论嘛 就是两个很厉害的人在一起 就会有些距离 保持那个距离 又可以有朦胧的美感 然后又可以互相取暖 又不会被刺到 然后这时候呢 那个羊被刺到之后 就拔腿狂奔 就去撞破了农场的窗户 然后窗户 破窗理论嘛 所以就是 你如果有一个窗户被打破了 你要赶快去维护它 不然的话 那个其他的窗户也会很快的就被打破了 所以破窗理论 那所以就惊吓到了 那个正在木桶里面泡澡的28年华的美女 那所以木桶理论就是 你那个木桶装的水取决于最短的那片木板 所以如果你要把你们班全部带得很好的话 你一定要把那个最烂的那个 成绩最差的学生把它带起来 把它带起来之后 你整体的全班的学生的教学成效 就会跟着整个好起来 那所以这是木桶理论 然后那个28 20%的人往往决定80%的的绩效 所以你就如果我们在企业里面 我们裁员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最后的最后那20%裁掉 然后让80%的人有警惕 对不对 那或者是说你在学习的过程中 我们会把百分之 其实我会用20%的时间 每一颗就是你重要的那几颗 我能够读到80% 能够读到80分就好了 我把剩下的20分 那很难达到那20分的精的80%的力气 我宁愿把它用在其他的科目上 那你可以用很简单的20分的力气 可以达到那几颗 可以达到80%的效果 那个28理论 然后最后一个是什么 就是那个被惊吓到的 那个28年华的 从那个木桶里面跳起来 想到看一下手表 想到10点了要上邱老师的课 对不对 所以手表理论 所以在一件事情 在一个讨论里面 不要有很多的标准在里面 你会很多标准就会无所适从 好 那所以你就 就这样子根据你刚刚 一边复习那个故事 一边把你学到那些心理学的原理讲出来 讲出来之后呢 哇 你就发现 哇 这10个 我就利用刚刚的整个流程 不到半个小时 我10个就全部记住了 那各位 刚刚你有跟着我做这个练习 而且你有把这10个东西 10个教学理论 10个社会常见的理论 那怎么运用到教学 我们明天 下次再讲 那你把这个10个东西 全部记起来的 你觉得这个方法还不错的 请你在讯息列上面打个Y 打个YES 好吗 那你会发现 透过这种方式来学习的东西 可以记得比较久 那如果你要记得更久 怎么办 复习的频率 所以等今天上课完了之后 各位在今天睡觉前呢 请你把你这张新制图拿出来 看一下 然后利用三分钟的时间回想一下 今天的整个故事 这样就够了 然后你在下次上课之前 你再把你的新制图拿出来 那其实一两分钟 你就会完全的恢复记忆 你就会发现 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方法 他在做复习的时候也很快 你新制图拿出来看一下 一整一整张的新制图 这么多实样的内容 你却突然发现 你好像差不多半分钟 就解决了 就恢复记忆了 所以很适合利用 拿来零碎的时间去做复习 所以比如说 你就把这些新制图印一下 把它放在厕所那个卫生纸旁边 你在回家在嗯嗯的时候 就拿起来看一下 跟你讲真的很有效 新制图看一眼 整个记忆就恢复过来 非常的有效 那个复习的重点 是在它的频率跟次数 而不是在一次要记多少的东西 所以我们第一个基础练习 就练习到这边 所以等一下我会再考各位 还有没有记得这一件事